从加盟恒大处子秀的帽子戏法,到如今四场比赛狂进六球的神级表现,塔利斯卡这一枚重磅棋子,在恒大最危急的时刻,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,因为他的全面与意识。 高拉特身上的进攻弹子减轻,保利尼奥的拦截压力减少,可以说,塔利斯卡不仅独自绽放,还更大化地释放了巴西三叉戟的进攻属性,此以面对同城斯蒂福利,在对手先拔头筹的情况下,又是塔利斯卡帮助球队变定了逆转的好投。 比赛第27分钟,塔利斯卡门前强点进射,攻破了程越磊的食指观,虽然边才第一时间举其示意越位在先,但是平才盼很快给出了改叛意见。 从慢镜头来看,尽管李学鹏传球瞬间塔利斯卡超出了对手半个身位,但他仍旧出在皮球的后面,所以不算越位。 就这样,塔利斯卡收获了四场比赛以来的第六球,而且此球展现了塔利斯卡作为一个前锋,准确的跑位意识和强点能力,推射的角度和合理性都非常之高,有了他的存在。 恒大进攻的效率可见一般,虽然来到中超才四场而已,塔利斯卡就已经成为本赛季金靴的有力争夺者了。 要知道,他现在的进球数于比埃拉、特谢拉、雷纳迪尼奥等人并列,距离进球最多的扎哈维和无类也就差了七球而已。 目前中超还剩下14轮比赛,由于恒大此前与上岗的比赛延期,所以留给塔利斯卡争夺金靴的长次还有15场。 以他目前的效率,奇迹真有可能发生。赛后,巴西人也谈到与扎哈维的射手王对决。 相比于我个人的数据,我更关心的是能否帮助恒大夺得冠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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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明镜与点栏目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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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